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视频咱们还是来玩一下跑跑卡丁车水游 那么这一期视频咱们还是用闷之箱这个道具车 因为上一期视频的话并没有完全发挥出这个车的性能 所以说陈老师决定再录一期视频 那么这个地图光知道我是从来没玩过 等于说是第一次玩了 因为陈老师我回归跑跑卡丁车没多久 这个地图应该是在我退游之后才出的 而且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是有个劲道 这个劲道我估计是需要氮气加速才能冲过去 小喷加速不知道冲不冲得过去 因为从来没玩过所以说不敢试 等一下再看着再说吧 然后这一把的话对手基本上都是真人 那么陈老师我录视频的话 尽可能会挑选对手都是真人的情况 好的 我们直接开始 这波先扔个水炸弹 这个水炸弹扔掉 然后我们有个水苍蝇 那么放水苍蝇的时候 有一定的概率会获得催眠飞碟 催眠飞碟放出去的时候 会有能会获得这个氮气加速 所以说这个车的连环技能是非常凶的 后来居上的能力特别的强 而且这个车还有个超级护盾 就是穿过云雾的时候会获得超级护盾 这波陈老师吃了一个大魔王 但是没关系 基本上都是直的 超级护盾的话 在使用的时候还会有个加速效果 所以说这个车后来居上的能力非常非常牛逼 这边次点先系一下 但是我碰到敌人的一个电雷 所以说会慢一点 这波吃了个闪电 进到的话陈老师我是不敢走了 不敢走了 这边的话 这边进到是需要氮气加速的 我看到了 这边的进到是需要氮气加速才能冲上去的 因为他刚才有个氮气加速的标志 这波陈老师吃了个水蚊子 也就是小喷加速是进不去的 所以说的话呢 大家看一下没有穿过云雾之后会获得一个红色护盾 这个红色护盾也叫超级护盾 但是我撞到敌撞到敌人身上这个什么地雷啊 反弹了过去 现在是倒数第一了 哎呀倒数第一 但是我又追上了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可以看到真正的第八名啊 直接碰到敌人的这个叫什么雷啊 半雷啊 直接是撞被反弹回去 真的是醉了 但是没关系 陈老师又追上来了 先放个水炸弹 但是前面两面好像冲的比较远 这波陈老师啊 有这个红色护盾超级护盾 我先放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放护盾的时候 我还有个加速效果啊 所以说这个车的后来 居上能力非常的牛逼啊 大家等一下就看 等一下就知道 这一波有个磁铁 磁铁再吸一下 穿过云雾又获得一个红色护盾 好 这一波再用这个红色护盾 但是哎 左边其实陈老师可以冲上去了 但是我忘记了 那时候 但是没关系 放导弹 获得对面飞碟 然后穿过云雾再获得 这个红色护盾 再有个氮气加速 刚也是因为技能连环获得的 然后最后护盾 直接从最后一名冲到第一名啊 这个车是真的屌 后来居上的能力非常的强啊 因为他的技能是一环扣一环的 一环扣一环的 真的是很强这个车 又有攻击性 又有这个后来居上的能力 全队的第一名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啊 但是这个好像没有拿到MVP啊 但是没关系 第一名就可以了 看一下陈老师 我拿了多少分啊 段位不是很高 因为回归才没几天啊 这几天的话会把段位越打越高 在台27分 MVP49 听到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